全台湾有300多个乡镇 200多个渔港 形形色色的渔获众多 而且每一种都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 今天就跟着Hia的脚步 一起到澎湖去看看吧 有了 有了 让它吃到河的话 它就不要冰 你家不会晃掉 到达了 一箭双雕 你看 这里也太棒了吧 好像国外的沙滩哦 清香的水果味 吞进去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两只脚一双眼 探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娱乐新世界 美丽的夏天又来临咯 这次夏日离岛特别企划第三弹 要带大家到澎湖咯 澎湖群岛位于台湾的西侧 地处台湾海峡中央 由90多座岛屿所组成 四周珊瑚礁密布 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 各种特色的海上活动 都在蔚蕴藍的海上悄悄地展开咯 到了 终于到了 到澎湖了 来到澎湖啊 你们可以跟Hia一样 选择国内航班 在台湾各地啊 只要30到50分钟就可以到了 但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搭船的方式 搭船呢 可以到高雄或是到嘉义去 都会有船直接到澎湖哦 不过到澎湖之后 要玩什么呢 当然 跟着Hia走就对咯 这里大海为伍的蓝色群岛啊 群岛各处都充满着迷人的景色与气息哦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人文风情 加上丰富的渔业资源 让澎湖呈现出许多不同样貌的精彩哦 哇 由于近年来啊 海岛旅游风气越来越兴盛 所以澎湖这里呢 当然也会推出越来越多好玩的活动咯 现在Hia这里是澎湖的白沙香 齐头 来这里要做什么呢 俗话说得好啊 给你鱼吃不如教你钓鱼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要到海上实际去体验 一日渔夫的活动哦 澎湖除了本岛以外啊 其他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离岛 有些还是无人岛呢 因此要到这些地方探险的话 基本上搭船就跟呼吸一样自然哦 现在我们要出发咯 各位朋友你们开不开心 开心 好 但我们去看看船长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现在呢在Hia旁边这一位 就是我们今天的船长陈大哥 大哥 嗨 你好 你在看哪里啊 我要出港所以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一下 诶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啊 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三四点而已嘛 对啊 因为这个夏天哦 这个太热了哦 所以呢为了让各位呢 能够有一个很舒服休闲的这个休闲时间 所以呢我们特别把这个行程呢 改为下午三点再出发 那船长你现在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好那现在呢我们带各位呢 到圆辈渔场 做我们今天日夜游的海上的体验语言活动 从白天游到晚上啊 所有的内容呢有这个钉字网的捕鱼 还有海钓 海钓 潮尖带 潮尖带 以及呢 鹹舞园的一个环岛欣赏 以及呢我们到佛龙滩 这无尊岛来做拖渡的一个行程 拖渡的行程 什么拖渡 就让各位呢 体验以前所谓拖渡课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我们今天的晚餐呢 就算我们游艇的二楼 让各位呢 一边用餐一边的欣赏 美丽的这个东海 同步的东海夜间 哦 没想到陈大哥的行程还很贴心耶 说真的 夏日白天的澎湖啊 实在真的是有狗路啊 如果你不是下水去玩水的话 空间的打开打打打打 难怪会特别推出这样的行程 现在啊我们已经到了元贝岛咯 大哥我想问你 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啊 一个人拿着一个钓竿啊 他们是在钓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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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上面有鉤子 耳是沒有鉤子的 它綁著你而已 所以我們好像在遛一些寵物耶 對 跟它玩 哇 你看他們的 好好喔 喔 有了 有了 有人在抱我了 讓它吃 讓它吃一點 讓它吃 讓它吃 如果吃到耳的話 它比較不會放掉 這隻是我的小寵物 看到了嗎 我把它拉上來一點 它有點兇喔 有沒有 這隻是我的 哇 你看它 它是八爪張 啊 怎麼這樣 我再釣一次 回來 回來 你看 我就要回來 它真的回來了 還要抱住它了 喔 你看它生氣了 你看我一直把牠搶走 它生氣 它變黑色的 Hia目前體驗的 這種海上平台釣卵絲的活動 可說是澎湖很夯 很有趣的海上休閒體驗行程喔 誒 陳大哥 誒 你好 我們剛剛不是才到那個圓貝島嗎 是 誒 那怎麼現在又換了一艘船出來了 因為我們現在要體驗 定制網的捕魚 那我們比較有機會捕到什麼魚 那以現在的季節來講小館居多 小館 可是現在還那麼亮耶 小館會出來嗎 對 因為小館是昨天晚上進去的 昨天晚上進去就沒有出來了 對 因為它是一個陷阱嘛 它整個進得去就跑不出來了 好 我們現在要進到網區了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定制魚場囉 誒 你有沒有拉過網啊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你待會要拉多少條魚才要回家 一百條 一百條 哇塞 你真的是好野心 那我們就看著你怎麼拉囉 哇 自己動手真正的感受 漁民定制網收網的感覺 是不是也很有趣呢 這可是只有在澎湖才玩的到喔 船長我們現在做這個動作是在把網收起來嗎 是的 是的 那我們網子呢 因為很大 所以我們分成十三段 哦 十三段 從第一段一直收到第十三段的時候 那個魚就會讓我們集中在一個小範圍 那我們就可以抓到魚了 一小部分的把它拉起來 我看到網子了 對 我們追到起來了 把那一大晃掉 晃掉 讓它呢 恢復到原狀 等一下下一批的魚呢 再進到我們網子裡面來 你們好 跟鏡頭說嗨 嗨 晃掉 嗨 哇 你們第一次體驗這個拉網的活動對不對 好 就感覺很好耶 準備抓大魚 對 對 我想說你有準備的是要帶什麼花枝啊 還是什麼魚啊 還是什麼卵絲回去嗎 小管 小管 機率比較高 小管 小管 來來來來 哇 現在我們網子已經靠近船邊了 我們一起來看有什麼魚 右手角 好多喔 你看 船長 你現在在撈什麼魚 有魷魚 蝙魚 還有溫魚 來 給你看 喔 這是 在裡面 哇 這是小魚耶 提供各位來觀察 觀察好了以後再把它放走 讓它自己長大 因為太小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上面的一些小魚先撈起來 因為我們船長有很多小朋友 也有很多遊客 我們可以來看看 這裡面會有什麼魚 那就是我們水裡面最毒的魚 烘魚 那是不能控的 非常危險 那我現在可以撈一隻大隻的 可以 來 小管 那是大管 對 我來撈那隻大隻的小管 最大的 最好吃的 趕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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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 很準 撈到了 喔 一箭雙雕 你看 這裡也太棒了吧 好像國外的沙灘喔 欸 撈到了 一箭雙雕 你看 一箭雙雕 哇 好透明喔 對 這是小管 這個季節這個最多了 那我可以把它抓起來嗎 可以 可以 直接用手抓 這是我們晚餐的Sashimi 你看 看到沒有 好漂亮喔 它這個投豬類的 它變色能力非常強 它會隨著環境 改變它的色彩 這個偽裝的一個功能 你撈到了 你看 撈起來 撈起來 好 快點 快點 撈起來 另外一種叫竹佳魚 哇 它剛剛好神勇喔 一次就撈到那麼多魚 我們來看一下它撈到什麼魚 那聽說這一隻啊 船長剛剛有說 竹佳魚 竹佳魚 就是這個嘛 對 那個竹佳魚 那這個呢 這個應該不是晚餐吧 那不是魷魚 魷魚喔 對 能熄啊 它熄住了 對 同樣是投資的 但是外型 外觀不太一樣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小管呢 比較瘦長 那油硬呢 比較寬扁 有沒有 那個兩種不一樣 那吃法呢 都一樣嗎 吃法就是用嘴巴吃 就是用嘴巴吃 對 我知道 哇 好多喔 哇 船長 你撈到好多魚喔 對 我們要篩選 把小的放回去 小的放回去 對 所以我們如果抓到 比較小隻的魚 我們就把它放回去 對 是比較海洋保育的關鍵 對 我們讓牠繼續長大 才可以勇氣均勻這個漁業 好 那我趕快把它放回去 好 快點 把它放回去 哎呦喂啊 我的媽媽咪喔 來同國就是要這樣玩啦 自己抓的魚一定是特別的鮮甜 特別的好吃 等一下你的晚餐 就會用這些很勞愛的做好料喔 除了這個有趣的海上平台外 陳大哥還要撒鼻鼻鼻鼻的 帶我們去偷渡一下無人島 來… 對你走… 這裡也太棒了吧 好像國外的沙灘喔 這讓我想要在這邊做一條日光浴 雖然現在的時間已經不早了 但這種太陽微微的剛好 走 好棒喔 好痛喔 等一下 你怎麼了 喔 大哥 欸 這什麼沙灘啊 怎麼那麼刺啊 這個是山湖碎粒啊 這以前那個山湖斷掉 然後被海浪給衝上來的 所以呢 這邊比較粗 山湖殘骸耶 以前這邊的山湖非常的茂密 對 那是山湖蟲的孔 山湖蟲的殘骸 山湖蟲就躲在裡面 那這是山湖蟲後面出來的碳酸蓋 喔 所以是山湖的殘骸 看到沒 欸 我們可不是來到國外取景喔 這可是百分之百台灣杖子耶 因為這裡的沙灘顆粒真的有比較大一點 所以說喔 我們不要像Hia一樣想要美美的躺下去喔 好痛喔 大哥 你剛說帶我們偷渡來的這個島啊 對 那它真的叫偷渡島嗎 它以前的名字呢 叫做蓬蓬灘 因為這邊的水很乾淨 很涼快 所以到這邊來洗蓬蓬會常舒服 喔 所以叫蓬蓬灘 所以叫蓬蓬灘 因為它會隨著季節的改變 會改變它的方向形狀跟大小 蛤 這個島它會變形喔 對 它會變形 對 它隨時在變 所以就像我們中國人比較喜歡龍 所以因此現在大家都習慣叫它叫活龍灘 活龍灘 對 就像一條活龍 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龍尾已經跟鳥羽連結 那所以我們現在可以 用步行的方式走到鳥羽 對 是只有這個季節還是說現在都一定可以了 潮汐 對 潮汐 對 這個潮汐 退潮以後就可以 右手邊四分之三是野鳥的保護區 那每年都有好幾千隻的海鷗到這邊來 來懷念它的下一代 因此呢 這邊就列為保護區 然後這邊呢 退潮以後呢 有一個很綿密的沙灘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海綿沙灘 所以玩水非常適合的 玩沙灘玩水的 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很喜歡在這邊 打著赤腳在那邊走 非常舒服 非常安全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啊 差不多下午的時候 退潮的時候 就可以來這邊享受那些海綿海灘啊 對 然後再浪漫一點就走到鳥魚啊 是… 因為這個時候呢 太陽沒有那麼大 就剛好這個溫度也恰到好處 對啊 不會那麼熱 玩這個沙灘非常非常舒服的 澎澎灘這個水域的海水 可說是清澈見底啦 徐徐微風搭配上雪亮的金白沙灘 在這個黃昏時分 看著落日餘灰撒滿整片大海 也會覺得這一切都值得了 噢 現在真的有夠水耶 哇 撈到了 撈到了 哇 它的嘴巴是尖尖的對不對 對 像赫的嘴巴 所以叫扁赫珍 赫的嘴巴 在這裡偷偷告訴大家 這個海上體驗行程啊 海鮮料理的製作 可是一點也不馬虎哦 這可是全台灣唯一在海上 趴趴走的甜媽媽餐廳呢 你看這個料理 這個擺盤 是不是感覺很高級啊 感覺在吃法國料理呢 我現在在船上了 而且我想要吃晚餐了 你看 有這麼多 在我旁邊這一位就是今天的大廚 是我們的佩甄姐 佩甄姐好 妳好 主持人妳好 佩甄姐 我看到今天這麼多好菜 都是我們今天下午抓的嗎 是 這是什麼 這個是海莉生魚片 海莉 哦 對 那一隻魚嗎 對 那一條很大那一條海莉 因為我們的生魚片 你可以把它夾起來看看 因為我們都是採取那個活的下去做 那是很新鮮才會這樣子 哦 有 有 這裡對不對 有 對 對 哦 我覺得這就是新鮮的魚的代表 這個叫海膽 海膽是目前這個季節有的 這個季節才有 像我們六月之前到九月以後 都是禁財 蛤 禁財 所謂禁財就是不能去抓 哦 就是禁補期 對 禁補期 對 哇 海生姐 我發現這邊上面呢 一閃一閃的耶 對 那個叫套Q 套Q 它是活體下去做的 所以才會一閃一閃 哇 那我可以吃一個嗎 可以先吃啊 好 那我先吃一個 我來看一下 你看 還在閃哦 還在一閃一閃的 又很甜對不對 然後沒有腥味 好甜好甜哦 還吃這個海莉好了 海莉它的魚皮有膠原蛋白 魚皮加肉一起吃 魚皮加肉一起吃 那個口感很棒 哇 就這樣子啦 而且這一道菜叫 我們叫它美人戶 美人戶 肚子哦 對對對 美人的肚子 對 就是那個海莉魚肚嘛 很鮮甜哦 這海莉特有的味道 它有一種油花的感覺 本身它的油脂夠 很好吃 它有不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很健康 那我再吃看看這個 海膽 海膽 這直接吃嗎 還是要蘸醬油 直接吃 直接吃 因為它有一種 清香的水果味 水果味 然後吞進去有一種 那種 蟹黃的味道 很香的水果味 有一種香香的水果味 哇賽 這是它說的完全準 就是那種感覺 一吃下去 不是腥味 是一種甜甜的 水果味 哦 我要流淚了啦 為什麼這種好香的 都是你的嘆 我們的中泡沙爾說 這些菜色 都是依照當天 旅客們抓到的漁獲 來做創意料理 依照每種漁獲的特質 下去做變化 所以每次都會有 不同的花樣與口感哦 而且我們已經吃到第二碗 哇船長 大家才剛吃完飯 馬上就開始 釣魚了耶 你看四周圍都是人 可是我吃飯比較慢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 在釣什麼魚耶 今天要釣的就是小館 小館 那我們剛剛在海洋牧場 所體驗的就是 魷魚 魷魚 我們在遛的那個 就是沒有魷魚 魷魚呢 我們北部都叫軟鰭 軟鰭 軟鰭 就是魷魚 那這個小館呢 我們北部叫做套Q 套Q 所以不同的名稱 但是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呢 不要搞得那麼複雜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晚上 這個小館呢 是屬於有七光性的 夜行性的生物 七光性 所以呢 我們就利用晚上 那麼 水底呢打燈 我們打燈以後 它就會 欸就會跑過來 那我們用的就是這個 欸 蝦鵝 它是蝦鵝 但是呢 它有螢光 它裡面有螢光 所以呢 在水裡面呢 它會產生螢光 那我們呢 因為它是蝦鵝 所以呢 我們要隨時擺動 讓那個蝦鵝呢 欸 就像一條駁魚在水裡面動 那小館呢 看到了 欸 就會來抓牠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澎湖的海上漁業轉型為 休閒漁業的例子非常多 也非常的成功 漁民們在這樣的轉型下 不僅保有漁業的精神 也多了另一份觀光的收益 船長 你現在在撈什麼 我們現在撈扁鶴針 扁鶴針喔 對 它也是一種可以吃的魚對不對 當然 好吃的 好吃的 我看到了… 船長那裡有一隻 撈到了… 好 撈到了 扁鶴針 扁鶴針 哇 它的嘴巴是尖尖的 對 像鶴的嘴巴 所以叫扁鶴針 鶴的嘴巴 哇 好像喔 哇 哇 你看 它真的嘴巴 像一隻鶴有沒有 有 真的很像耶 船長那你說 會有牠出現的地方 是不是就有可能會有小館 對對對 因為牠要吃小魚 那小館也要吃小魚 所以呢 有小魚的地方牠們就會出現 所以牠跟小館一樣 都是吃小魚的 對對對 都是吃小魚的 都是肉食性的 人客啊 我說澎湖喔 今天是越夜越美麗呢 不過 我看你從頭到尾 拿著竿子這樣晃啊晃啊 到底是有沒有掉到鎖管啊 加油一點耶 好 各位貴賓 那今天呢 我要恭喜各位 今天呢 是我們今年 這個打破今年紀錄的 這個一天 當下次呢 有很多小館的時候 那我們會發布新聞 好發布新聞給各位知道 讓各位來大選伸手 謝謝各位 沒錯 今天我們一直都沒有掉到 船長那乾爹 對 沒有關係 那我們目的達到就OK啦 因為我們的主要目的呢 不是要 釣很多 主要呢 是要讓各位了解 這釣小館的一個 整個過程 那才是我們需要的 對啊 雖然說Hia沒有掉到 覺得好可惜 在那邊 吊到就打克水耶 因為船晃來晃去好舒服喔 但這次海風看天上的星星 也覺得這真的很值得耶 那不然我們去問看 其他的朋友們 他們覺得怎麼樣 嗨 已經有掉到嗎 那你覺得怎麼樣 好難掉 好難掉喔 那你覺得這一次好玩嗎 好啊 真的喔 所以沒有掉到會不會好可惜 還好 還好喔 很開心對不對 你覺得這一趟旅程啊 雖然沒有掉到 那哪裡還不錯 我能體驗一下 就是那種海釣的感覺 真的是不是都市 在都市生活能享受得到的 跟釣蝦不一樣 跟釣蝦不一樣 所以釣蝦場大概也沒有辦法 滿足你喔 是不是 雖然說大家今天都沒有 釣到鎖管 不過沒有關係 在我們輕鬆的 休閒活動之後咧 我們還可以上來 再吃一點宵夜 再帶著飽飽的肚子回家睡覺 好棒喔 這次夜釣全船共枯 我想一定是我們家 蝦帶衰 請大家原諒我們 不過就像船長說的 海上夜釣的體驗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讓人更了解與親近海洋喔 這一次的澎湖之旅 是不是很精彩呢 但是澎湖這麼大 相信你們一定還沒玩夠吧 下一次我們還要到澎湖的南海去 相信啊望安跟清美你們應該不陌生吧 這一次啊我們有達人帶路 他說他有一些私房景點 說不定啊我們會發現什麼秘境喔 那娛樂新世界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如果不想花大錢 就享受到出國的感覺 那就來一趟澎湖行吧 在這裡你可以體驗 訂製網收漁獲的樂趣 還有還有 跟海力軟絲玩遊戲 感受於海洋最近的這一刻 如果想要一窺天堂的要貌 來澎湖的澎澎攤就會知道囉 藍天白雲加上碧海白沙 絕佳的視野美景 保證會讓你看到感動流淚 晚上的澎湖更精彩 夜釣與照海活動熱鬧萬分 自己親自體驗釣鎖管的樂趣 是人生一大享受喔 快快快 澎湖的美麗與活力等你來挖掘喔 看在下面一看 帶到十分 哇 這個島實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這就是頭巾嘛 女孩子好像女孩子帶著那個頭巾 那個是什麼 小走魚喔 是妮夢耶 你看 因為只要我們要稍微高近它 它就會把殼縮進去 哇 這個島好安靜喔 它叫時間停止的島嶼 這是上帝給我們同學的屋 敲這個就可以賣 而且很好吃 經國先生很喜歡吃這個 要到了 要到了 哇 這是什麼魚 這個叫柴魚 這個叫柴魚